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2021年的6月份进行的威甲联赛 由黑方李东勋对战白方李玄豪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先走了一个坚定定势 之后白棋挂脚,黑棋一肩高甲 白棋点33 左上角白棋选择连续爬的下法 这里如果说黑棋在扳头,那白棋就可以脱先了 这也是一种选择 实战黑棋先靠压 那白棋左边搬完之后连搬 黑棋断打白棋沾上黑棋再长 扩张上方的模样 跟黑棋的这个模样比起来的话 那白棋左边的这个空就稍微有点扁了 所以说白棋也没有着急去补棋 而是继续往右上角掏空 长一个二路飞 黑棋如果说小间封锁的话 那白棋可以直接做火 这里黑棋挡住 白棋再往左边补棋也不迟 这样的话呢 又把角控拿到手 左边也可以继续围 黑棋上面的控如果说只是往旁边这一带去补棋的话 那白棋可以接受 白棋可以再去强大场 黑棋如果说往中间这里飞手的话 那这个空围不牢 因为以后白棋点过来 又瞄着黑棋左边的跨段 又要往上跳进去掏空 所以说实战呢 黑棋也就没有继续在右上角纠缠了 那先挂脚 挂脚完之后直接在这定型 突然之后搬 白棋倒虎 黑棋虎一个 这也是定式的下 接下来白棋往上方 小间 那这里白棋出头的话 黑棋这块空以后最多也就是围在这 黑棋接下来的重心还是放在右边 之后黑棋先往脚上扳 白棋拆二做活 黑棋上面逼住 白棋贴住活棋 黑棋再拆边 接下来白棋左边不棋 那还是形成一个互围的局面 下一手棋 黑棋下得不太好 这个地方黑棋还是应该先往中间飞 白棋要是从上面冲出来 破坏黑棋的模样 那黑棋左边可以再打入 白棋如果说补一手 唯控的话 那黑棋再往上飞风 这样的话 黑棋的这几块模样就全部呼应起来了 那黑棋的这个局势相当不错 实战黑棋直接往上飞 被白棋走到这个绝好点 那黑棋这个控看上去还是比较的扁 接下来黑棋大跳 也压缩白棋的控 白棋就往里面钻 黑棋刺一个白棋沾上 下一手棋呢 黑棋肯定又是觉得 如果这个时候互相掏空的话 黑棋不划算 因为比方说黑棋往左边小肩掏空 白棋可以先在上方点过来一通搜刮 黑棋爬回白棋跳一个 逼迫黑棋要路飞 这个空已经非常扁了 然后白棋再往右边这里掉一个 这样的话 等于说白棋可以压缩黑棋上面 以及右边两块空 黑棋呢 只是能破坏白棋左边这一块空 那明显黑棋不满意 而且中间以后白棋还有潜力 所以说左刀呢 黑棋又决定 先互围 黑棋往右边大飞扩张模样 白棋二路搬斩 先把这个先手便宜给走掉 然后再往左边补棋 那白棋已经围好了 接下来就看黑棋右边 能围出多少目数 接下来黑棋先往底下 打持 白棋三路拖 拖完之后虎一个 黑棋打 白棋沾上 黑棋在补断 接下来的话 白棋走的还是有点着急 虽然说看上去右边的这个空很大 但是在AI的这个判断呢 觉得白棋只需要从旁边 稍微打消一下黑棋的这个潜力就可以了 比方说飞在这 黑棋继续围 白棋就一同搜刮 拌完之后打吃 黑棋战胜 白棋补断 让黑棋后手补棋 然后白棋再往上面这里压缩 这样的话呢 AI认为白棋全盘的这个实地啊 并不差 就算收官的话 白棋也有把握 实战白棋走的非常的深入 在这 那被黑棋往底下一飞 白棋的联络出现问题了 实战白棋挡住 黑棋刺一下 白棋联络 黑棋直接阵头 这里黑棋下的还是非常的凶 我们从接下来 AI推荐的这个招法就能看出来 AI觉得呢 白棋右边这里作战的话 并不乐观 所以说AI的这个招法呢 是白棋从这儿拐打 提掉 然后就放弃这颗子 直接往中间这里掉一个 黑棋要是跟着补棋的话呢 以后白棋现在左上一同搜刮 然后右边 再稍微压缩一下黑棋 那这个棋还是一个关子棋 白棋虽然说比刚才稍微亏一点 但是还能下 实战白棋就不依不饶 继续往这儿点 黑棋贴住连回 白棋再往这儿飞 等于说白棋这个地方越走越重 如果说能在里面活掉的话呢 白棋肯定是不错 但是如果全死 这个棋目数可能就不太够了 接下来的这个局势就变得非常的激烈 白棋先穿上眼 黑棋飞风 这个地方黑棋想完全封住白棋的话呢 确实也不容易 比方说黑棋小尖 那对付这个棋型的话 挤一个是常用的手段 挤完之后黑棋不断白棋跳出 这个黑棋往中间飞的话 白棋右边这个借用也非常的多 靠一下先手 小尖黑棋冲白棋搬住 断的话呢 以后白棋还有这种鼻鼎的受精 反正联络肯定是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始阵黑棋飞风 白棋冲完之后跳出 这里是不太怕黑棋冲断的 因为白棋至少有一个断打完之后打吃 这样右边的眼位就好很多了 也很容易做活 始阵黑棋靠断 整体把白棋给分开 那白棋靠住不断 黑棋搬白棋再往中间断 黑棋尝出来白棋再挺投 接下来的话 AI认为啊 黑棋应该见好就收 这个地方呢 想全部吃掉 白棋已经不太容易了 所以说 黑棋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 先往底下跨断 确保自己的联络 白棋中间尖顶完之后 斑 黑棋还可以先跳刺 白棋冲断 黑棋断打完之后 再把这两颗子吃掉 这样的话 虽然说白棋可以从中间连回 但是黑棋底下这里木树的收获还不错 这样黑棋这个局势可以 实战呢 黑棋显然是起了杀刑 所以说往中间补一手 就是要把白棋断开 那白棋往底下冲 冲完之后 黑棋拐出 白棋贴住 黑棋再断 这里黑棋下的太狠了 白棋继续往右边断 在这个地方腾罗 黑棋打吃完之后呢 白棋再往中间搬 搬完之后再断打 黑棋成 这几手都是必然的变化 白棋再跑出右边这颗子 现在这个地方看上去 眼花缭乱的 我们继续看实战 黑棋沾上 白棋也不断 接下来黑棋把下方这四颗子 跳出来 那白棋再往右边寻找头绪 拐住紧气 黑棋冲出来 白棋再搬 黑棋再冲 白棋选择往中间冲一手 这个地方看上去黑棋弃紧 但是呢 白棋的这个断点太多 如果说白棋直接搬头的话 黑棋可以往中间打吃完之后 粘上 白棋沾黑棋冲出去 这样的话白棋虽然说能吃掉中间这三颗子 但是右边这个尾巴 要被黑棋割下来 那这样的话 黑棋大部分的空还是围住了 还是黑棋好 所以说实战呢 白棋先往中间冲一手 这一手棋暗藏陷阱 黑棋如果说随手打吃的话就上当了 因为白棋再往右边搬 黑棋中间打吃完之后 粘上白棋可以再往这儿打吃 那黑棋既然刚才中间交换了一手 总不能这个时候冲出去被白棋提掉 那黑棋亏大了 黑棋要是提掉这种可子的话 被白棋直接往这儿闷头 那右边这一串全部死掉 被白棋一气闷 所以说这个棋呢 也是为了先警弃 黑棋二手跟着走 那白棋就直接出棋 实战呢 黑棋也是发现了这里的陷阱 所以说先断开白棋的这个尾巴 那白棋往中间联络 吃通这三颗子 黑棋再补一手 那接下来白棋单长 那这里就形成了一个转换 白棋把中间吃通 黑棋右边 还是围住了大部分的空 接下来黑棋往底下二路爬 继续搜刮 白棋挡住的话 这手棋 关子有点亏 最好的下法呢 应该是虎在脚上 黑棋提白棋站 也是活棋 实战白棋挡住 黑棋提掉 白棋再站 接下来黑棋往脚上虎一个 白棋联络 下一手棋只能说 黑棋走得过于的自信 或者说对于右边这里 白棋到底能不能出棋 出现了误算 这个时候 如果说黑棋能先往脚上挡住 一通搜刮 这个都是黑棋的先手 关键是黑棋要往右边补一刀 这个地方贴住 那白棋就死透了 边上的空全是黑棋的 那这两下黑棋 所担心的地方在哪里呢 主要就是 左上方这里的空 因为白棋飞进来之后 黑棋就算补一手 白棋还有这种 碰的下方 黑棋要是扳白棋 往里面承 又有冲断 然后上面又有 二路扳回 其实就算走成这样的话 黑棋大不了 就让白棋破掉上面的空 还是右边这个空更为重要 这样下呢 仍然是黑棋优势 我们来看实战 黑棋有多嚣张 放着右边不补 选择往左上角 拐头 这里的空是围扎射 但是 让白棋右边动手 这里要出棋 黑棋打吃 白棋再冲出去 黑棋逃跑这颗棋筋 白棋再搬 黑棋断 这个地方断没有关系 因为两边 白棋都挣不掉 接下来白棋打吃 黑棋这个时候 开始往脚上贴住 搜刮 白棋做活 然后黑棋往二路飞 杀棋 这里呢 仍然是非常的复杂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如果说跨断 能不能活 跨断的话 白棋可以先冲 冲完之后 底下打吃先手再断 黑棋一路打 白棋拐打 那黑棋肯定不能提 提的话 被白棋补一手活了 白棋可以往二路跳一个 但是这个地方呢 黑棋可以先点进来 白棋仍然是很难进火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白棋没有跨断 选择坚定 黑棋打吃 封锁 白棋提掉 瞻的话呢 黑棋爬回 白棋往上面打吃的时候 黑棋可以往这儿去翻打 这样还是可以破眼 白棋就算上面提通的话 只要吃不住黑棋外面这几颗旗筋 那白棋右边还是假眼 这样白棋仍然活不了 所以说白棋没有选择沾 而是直接提掉 黑棋呢 打吃连回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断打的话呢 白棋贴住 黑棋是来不及去往上提的 因为白棋右边要坐眼活棋 黑棋点进来的话呢 很明显 白棋外面可以双打吃 找一个劫材提过来 当黑棋这个三颗奇金逃跑的时候 白棋再往路打 还是形成一个劫 这里就变成打劫活了 所以说黑棋选择从二路连回 下一手棋白棋二路飞 这个棋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做眼能不能活 直接做眼的话 黑棋跳进来破眼 白棋冲完之后夹 黑棋虎一个缩小眼位 当白棋上面沾上 把这只眼做出来的时候 黑棋可以先沾 然后挤进去 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 像外面这个双打吃的话 白棋体调还是假眼 只要被黑棋封进去 那白棋仍然是死棋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直接作眼活不了 白棋往二路飞 这个是一个要点 黑棋如果说爬一个的话 那白棋再跳 扩大眼位 黑棋夹进来断打破眼的话呢 白棋可以再往这反打 仍然形成打结果 而且白棋外面的这个 本身结挺多的 所以说形成打结果的话 白棋不怕 实战呢 黑棋碰进来破眼 白棋先往上面双打吃 黑棋反打 然后白棋提掉 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黑棋先从这里 打吃破眼 那外面黑棋变薄了 这个地方白棋可以就 活真 这里打吃完之后 黑棋逃跑 白棋再站上 这样的话呢 黑棋上面这里 有一个断点要补 然后白棋随时可以 从这里打吃连回 所以说这样也是一个打结 黑棋要去拼右边 这个截针 看能不能把白棋给分断 而且黑棋这里的死活 也被白棋给卷进来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白棋只要应对正确的话 是可以走成一个打绝活的 实战黑棋单长 先把白棋包围 下一手棋是白棋 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手 这个棋呢 白棋应该选择挡住 黑棋搬过来 白棋断打 黑棋连回 白棋可以虎一个 这样的话 很明显 黑棋打吃白棋 再往这走 还是可以做出来一个截针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 白棋单退 被黑棋往这挤一个 那这个里面 如果说白棋跟着走的话 贴住 黑棋并一个 再往上面挤一个破眼 白棋团住 扩大眼位 黑棋可以搬完之后 白棋再扩大眼位 黑棋一路脱 挤一个连回 这样的话 白棋右边这只眼做不出来 里面还是只有一只正眼 这样就变成白棋 近死了 所以说右边 这个地方 白棋一手棋的 失误 就把这块 打结活的棋 变成一块 近死的棋 那白棋的这个局势 瞬间崩塌 接下来白棋开始往上面收控 二路脱 黑棋中间打吃 白棋提掉 黑棋单退 接下来白棋继续爬 顶住 黑棋不断 白棋往底下二路透点 那这个棋的话 因为白棋右边这条大龙全死 损失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说 接下来只要黑棋 不出现这个低级失误的话 这盘棋 白棋是找不到地方翻盘的 那当白棋往底下二路点的时候 黑棋应该赶快往右下角提掉 把所有的棋全部连通 底下这一点目数就给白棋了 搬黑棋站上 这样收关的话 白棋是不够的 实战 黑棋站上 白棋往右边 补一手 黑棋再破眼 白棋团住 黑棋并一个 那这个地方白棋往这一沾 黑棋肯定是已经发现问题了 首先这一沾的话呢 黑棋这一串必须要连回 这里得补 然后白棋这一沾就比较致命了 这个沾的话 按照AI的意思 黑棋只能选择放白棋这根棍子 连回家 黑棋这个时候 正解就是在外面双一个 先确保外面的联络 以及左下角的死活 白棋右边这块棋呢 仍然是死棋 黑棋可以往一路脱 爬回破眼 白棋从这里打吃 黑棋接不归 那白棋这根棍子联络的话 黑棋可以真的一个先手 往其他地方收关 虽然说这里黑棋亏了 但是从胜率上来看呢 这个时候还是一个五五开的局面 白棋四十几的胜率 黑棋还稍微好一点 应该是黑棋 稍微优势一点的 关子棋 但是这个地方 黑棋并没有亡羊补牢 而是硬要选择站上 那这个棋 被白棋从这里靠住的话 局势瞬间逆转 白棋的胜率也返潮了 我们来看为什么 黑棋站上 白棋搬 收气 贴住收气 黑棋也只有站 白棋在顶住收气 黑棋先断一下 白棋打吃完之后 沾上 那这里对杀 三棋对三棋 黑棋只有往右下角收气 虽然说正好下呢 这根棍子还是被黑棋给吃掉了 但是 被白棋再往左下角 二路扳回 黑棋这块棋突然不活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黑棋的事物所在 那这个棋 黑棋还没有办法 像外面黑棋想要突围的话 已经不太可能了 比如说黑棋往这里冲一个白棋 扳头 那黑棋要是想断打 在底下留出来一只眼的话 不可能 白棋站上 两棋对两棋 黑棋只有往右下去打吃收气 白棋左边冲就把这两颗子给反杀了 这里是留不下来眼 所以说黑棋只有去找白棋脚上的麻烦 断一个 白棋当然不会打吃 打吃的话让黑棋反打做活 那还是黑棋又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说什么也要去杀黑棋 虎一个 黑棋挺头 白棋先在中间收气 黑棋打吃 白棋往下一冲 这个地方就形成最终的决战了 黑棋一路打 白棋做结 因为这个棋站的话也是个结 站的话黑棋冲 白棋脚上靠住收气 黑棋扳 白棋联络 黑棋收气 白棋底下打吃的话 黑棋还可以先去上面断打 确保外面一只眼 等白棋沾上收气的时候 黑棋往这再沾 仍然是个结阵 所以说都是一个结阵的话 白棋就直接去做结了 黑棋提结 白棋右边完全是一个结财库 这个地方沾 黑棋要破眼 白棋再提 黑棋只有先找本身结 先冲断 白棋脚上靠住收气 黑棋再提 之后 白棋右边爬 扩大眼位 黑棋路脱破眼 白棋再提结 黑棋往底下点 其实这个都算是损结了 比较的亏关子 然后再提 那黑棋也没有办法 这个损结也得找 白棋右边挤一个 再提 黑棋底下断 白棋打吃 黑棋再提结 白棋右边坐眼 黑棋冲 白棋再提 黑棋脚上打吃 再提结 白棋再扑一下 多扑一下的话呢 就多一枚结财 以后再打还是结财 然后再提 黑棋这个时候已经 找不到结财了 这个结财的数量 肯定是不如白棋多 那黑棋怎么办呢 只有在往脚上搬 寻找一些机会 但其实这个地方都 不是结财 算是瞎结 白棋把这个结消掉 黑棋打吃 白棋再立 这里对杀的话 黑棋是杀不过的 先沾的话呢 白棋打吃先手 贴住 沾上 黑棋提 白棋就挤进去 这里黑棋的气不够 实战 黑棋是先打吃也差不多 白棋断打完之后扑 黑棋提 白棋粘 黑棋外面断吃这颗子 白棋就往脚上补一手 这样的话 黑棋要死了 脚上先死 外面呢 黑棋跳出 白棋当然也可以冲断 这个地方冲断没有问题 黑棋要是冲完之后 断打的话 白棋拐打 翻打白棋就提掉 滚包也没有用 这个里面黑棋也活不了 底下白棋都是吃通的 那实战 白棋贴住 黑棋顶一个 白棋也可以选择往中间沾 中间沾的话 打吃黑棋 黑棋要提 再沾上 黑棋左边冲下去也没有用 冲下去的话 白棋也可以反过来冲断黑棋 这个地方冲完之后 断打白棋拐打 也没有棋 实战 白棋往左边挡住 走到这儿 黑棋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棋走下去的话 这块棋 黑棋仍然 活不了 冲一个白棋 就先打吃 黑棋提掉 白棋就吃通这两颗子 中间的话 黑棋断打 白棋也是活棋 这里虎一个 黑棋夹过来 破眼 白棋挡住 黑棋打吃 白棋站上 中间是一个直三 然后右边一只后手眼 黑棋破眼的话 白棋就两眼 活棋 这样黑棋的空就肯定不够了 那这盘棋呢 也是相当的精彩 战斗不断 白棋在右边 右下角啊 这里的这个思路 其实是有些过分的 就是直接深入进去掏空 当然呢 黑棋也没有走出最好的下法 就是中间啊 完全可以放白棋联络 然后黑棋把这个边上的空围住 实战双方都用力过猛 白棋呢 又想活在里面 黑棋呢 又想把白棋整体吃掉 所以说最终就形成一个非常激烈的这个 屠龙 然后黑棋的这个问题手啊 就出在右边 这个地方没有及时补棋 选择补左上角 结果被白棋直接在右边动手 当然白棋也出现了致命书 就是能走成打结活的地方 白棋走成了尽死 其实这个时候白棋已经崩溃了 但黑棋也是 没有及时发现右下角白棋埋伏的一个杀招 选择在底下这个地方 跟着白棋补棋 结果被白棋直接发动这里的手段 然后黑棋左下角 这块棋的死活就被白棋掌控 最终虽然说形成一个结针 但是左下角的这个结呢 因为白棋右边存在一个结材库 所以说黑棋的结材也不够 最终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左下角这块棋被白棋吃掉 白棋也是完成了非常精彩的翻盘 好那青凡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